歡迎收看由點新聞和WKTV聯合製作的 世界是米話不關香港事 大家好我是陳傑 大家好我是陳鳳翔 大家好我是吳俊瑜大宇 自從雷蒙多成為華為手機最強的代言人之後 網上亦有傳聞我們對蘋果手機好像有進一步的制裁反制 是全民 為何這樣說呢 美國紐約時報有一個報道 說一些政府公務員表示他們收到在工作上不可使用蘋果手機 說的是要求他們和敦促公務員和國有企業的員工 在工作時要盡量使用國產品牌的手機和電腦 為何我剛才說呢? 因為這是傳聞而已 中國當局尚未公開宣布對iPhone實施更廣泛的限制 但這個消息足以令到蘋果的股價下錯了 蘋果公司最受歡迎的產品 已經陷入了持續中美技術增端的漩渦 其實這個消息到底是真的假 暫時我們未知 不過我說美國用蘋果 蘋果只是一種工具 美國在我們說的竊聽或者竊取別人的資料 其實也是一個很常見的 不單是說平民有機會 就像以前德國總理默克爾 他都被別人虧聽 就是說你用蘋果的手機 那個風險的確是高的 其實有沒有叫你不要用 如果你作為一個高級公務員 而且你的工作經常牽涉到一些機密的訊息的話 其實自己都應該注意的 就算你說一般的民眾也好 你想想現在我們和智能手機的聯繫 是多麼密切 你一定都會在網上處理你的銀行業務 如果你正在用的一個蘋果機 其實是有機會在銀行裡的大把錢是給人知道的 你和哪間銀行往來也是給人知道的 大約你的朋友很多 你和朋友聊天的時候 可能都是全部是給人知道的 很多人現在經常說是私隱 其實如果你用得智能手機 基本上也沒有什麼私隱可言 現在我們說回我們那個傳聞 就說好像說內地不准公務員使用蘋果手機 我們說這個傳聞 對家那裡是不是也有些新聞拿出來說 如果這樣說就值得留意一下 拜登對著記者都回應了 中國開始在貿易和其他問題上 改變一些遊戲規則 如果中國真的不准用iPhone 就是改變遊戲規則 這個創科三個歷史上的故事 都是美國在做功夫 三個什麼故事 最近我寫了一篇文章 第一個就是屬於1980年代的東芝 東芝那時候是龍頭創科 但是在那個期間來講 1980年實際上就是美國面對貿易逆測 因為日本一個貿易盈餘國來講 是美國一手造成的 資料顯示戰後美國幫助日本成為一個強國 出口很多 如果要禁制這方面的貿易 就是拜登所講的貿易 美國政府就出了一招 301 今天講301 其實當時就對日本增加稅收 美國就改變了 好了 第二個創科的資料 我們看回 就是屬於剛剛說十多年前的 法國阿爾斯通 這個都是屬於創科的龍頭 不過這個改變的規則是很有趣的 只要我搜到上面 有一張美金 這張美金就是屬於美國管核的範圍 即是說一旦用美金 美國就有權動來 怎麼發生呢 阿爾斯通 據聞就被美國說 用美金去行賄 印尼有關官員拿生意 其實法國和印尼之間的交往 美國可以在機場捉了別人的負責人 接著困住他 很貴的法律 訴訟 很長的時間黑暗 最後就是美國捉到你不敢放為止 就是這種情況 美國的法律 美國的法律 就是美國的法律 所以他直接想到 咦 中國的法律 純粹用自己的思維 去判斷這個傳聞 第三個科目 當然是華為 孟買州 竟然被傳聞 和伊朗交換 這些貿易來說 是誰定的規則 不是聯合國 也是美國自己定的 就是我禁止和伊朗做生意 你們這個企業中資和伊朗有問題 我又捉你了 其實美國是不停在做這件事 自己改變貿易規則 用自己的心態去指控中國 又是只有一個想字 只有一個講字 我一點不同意你 其實美國是沒有改變過它的規則 它的規則 一直都是保護自己國家的利益 隨著國家的需要 而去改變這個規則 所以它的規則就是改變規則 所以它是沒有改變規則的 除了改變規則之外 其實美國最常用的是雙重標準 如今次的報導所說 它最後引用說 蘋果公司最受歡迎的產品 就陷入了持續的中美技術 增端船目入面 就是中美鬥爭 但我們先看清楚 美國發生了什麼事 其實在2022年 FCC 即是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 官方機構 發表了一個聲明 就說他們禁止使用華為中興通訊 海康威視 海能達和浙江大華五間公司 以及它的子公司 還有關聯公司 在美國銷售 我們說的是不鼓勵 我們的公務員也好 或者國有的職員也好 不要使用 這只是傳聞 但人家是一個聲明 是規定 另外在今年的1月份 有27個州禁止了官方電子裝備 首先已經不能用華為 然後就算你用Apple也好 你不可以裝TikTok 硬件又禁你 軟件都禁你 而最近6月8日 美國有兩個聯邦議員提出一個法案 說要禁止聯邦航空局 FAA 購買或使用中國製的無銀機 估計是DJR 因為DJR大疆 在全球都佔了一個壟斷的地位 這位議員還說 美國納稅人的錢 不應該用來購買敵對國家製造的無銀機 這個說法 我們先放回美國《紐約時報》的報導 陷入了中美技術爭端的漩渦 我想不是蘋果 一開始陷入了這個漩渦 也不是我們先動手 是別人先動手 華為、中興、海康衛視等 DJI和TikTok都好 人家上幾年已經是明文規定不准使用 現在這只是一個傳聞 他們已經彈得這麼高 完全是《紐約時報》 你是不是在紐約呢 其實都知道發生什麼事 所以你看到中美的鬥爭 其實是幾百熱化的 所以大宇你剛才說的 你一直印證到一句說話 就是做美國的盟友是致命的 你看好像馬克爾也好 其他歐盟國家也好 已經是公佈了 你已經美國在洩聽別人國家領導人的通訊 不敢出聲 是我們夠膽說 你有這樣的風險存在 為什麼 因為我們不是你民友 我們夠膽說 當我們夠膽說 好像對家的文宣 又不是這麼說 他說原來我們不允許的東西 是有其他原因 你看回媒體怎麼去報導 就看到這件事很有趣 首先就是中方沒有這麼說 但是媒體不停越煲越大 我覺得有幾個可能性 一就是華為的手機創新 是很明顯很搶眼球 如果你要說到 蘋果的手機沒有這麼創新 有什麼方法呢 就是把視線轉去第二方面 這是第一點 所以結果蘋果的手機出來之後 就真的沒有創新 還有一樣東西 蘋果手機不創新 又賣到很貴的時候 華為的手機當然很好賣 如果要好賣華為手機創新 而蘋果不行的時候 不如幫他作多個藉口 就是大陸官方不准他用 那銷量就下跌了 變成最後的答案就是說 華為銷量好 蘋果銷路差 不是因為創新 是因為大陸官方不准用 這些又好像媒體上幫幫蘋果 最終還有一樣東西 留意到媒體上有趣的 媒體做這個工作不是第一次的 或者可以懂得將焦點轉移 為什麼氣球事件呢 亦都是同樣的現象 當時美國就被一個記者 篤爆了他 就向北溪氣管上來 美國做黑手的 炸毀北溪的 這段新聞整個氣球出來 於是大家不提北溪氣管 被美國炸了 焦點就是媒體 幫他一起跟著美國官方 就轉了去另一樣東西 這次都很像的 如果大家了解 華為創新很厲害 再說下去 美國很丟架 這次就轉去一件事 媒體在做你的工作 甚至作多個理由 這個最新的理由是 無法解鎖 無法掌控 所以大陸官方就有意 不准你用 這些真的作得是作 有多難 所以如果我女朋友 是用一部蘋果手機 解鎖有多難 放到她的臉上就可以開到 這些都可以作為一種 媒體上的猜測 沒有什麼是不行的 其實他現在所做的文宣 我們猜他可能也會為之後的銷量不理想 而才做一個鋪電 其實我又幫他想多一個藉口 不如說因為他的定價很高 我們中國的經濟不好 老百姓負擔不起一個萬多元的手提電話 於是在內地的銷量急轉直下差了 不關華為事 所有東西都是我們的問題 他貴家有道理 因為中國不買去東西 還有他不在中國設廠 不准中國做 去印度和美國 怎可以不貴呢 不過我們說遠了 不過我回來 如果說回這次的傳聞 我假設他是真的 如果是真的的話 其實也沒有口非 我給大家幾個例子 第一個例子就是韓國的Kia和現代車 如果大家去過韓國旅行的話 你見到街上的車 全都是韓國本土的車輛 現代和Kia比較多 還有在2021年的1月 其實韓國政府出了一個補貼計劃 若果你是購買一個新能源汽車的話 本土的新能源汽車 韓國政府是會津貼你三盛的車價 所以一個國家去扶植自己 國內的一些企業 其實是應有之義 很合理 韓國也在做 另外就是 若果真的禁止用蘋果手機 我們不要說 因為這傳聞有兩部分 一部分禁止使用蘋果手機 另一部分就是要使用國產品牌 若果使用國產品牌 對於市場會有什麼影響呢 可能你會說政府的市場不是很大 最大應該是私人市場 但這支歌仔在內地就不是這樣唱了 大家如果還記得的話 其實在早年 我們中國是被外國制裁的 很多外國的汽車是無法進入中國的 看到Audi這個品牌 就進入到我們中國的市場 也成為了官方的車輛 Audi也成為了商務車的標誌 帶動了整個商界的扣車行為 也令到Audi這個品牌 在內地銷售得很好 所以這個傳聞 如果我假設它是真的話 就有兩個效果 一個就是禁止不給你用 另一個就是鼓勵另一樣的品牌 或者另一樣的產品 導演你說得對 如果我們要幫某一個牌子 在內地佔有一個相當份額的市場的話 的確就是你講過方法 一就是不給另一個牌子 另一個就是鼓勵大家用的牌子 我剛剛讀完書做事的時候 我做電腦的時候 當時就是 開頭是IBM 這個大家都很熟悉的牌子 基本上這個牌子已經佔據了中國所有的市場 當時大家都知道內地是相對於落後的 自己做不到自己 研發不到自己的PC 做不到這些東西 於是乎 IBM獨向 但是在1989之後 突然之間他就撤出了這個市場 跟著主子一起去制裁這個市場 但是與其同時有另外一隻牌子來 郭嘉義的牌子是非常支持的 雖然它也是美國的牌子 但是是由幾位亞裔人士所創立的 當時可以紅到是怎樣呢 我舉個例子 所有軟件 如果使用其他電腦的時候 行不好 人家會說這些電腦有問題 但是如果使用那個電腦 是行不到的時候 人家會說 可能是我的軟件出了問題 大家可以看到當要支持你的時候 真的是很容易 你如果說到蘋果機 他自己 我不否認 他的質素 他的質量 尤其是有些朋友說 他所謂的user friendly 這方面 可能真的有他可取之處 但是他的定價 和我們的華為機的定價 你所說的差距是非常之大 所以看你值不值得 為多一點的方便 或者所謂的user friendly 去換另外一個可能對你的資料保密安全 造成風險的一個外國牌子 我們說了這麼多關於 到底用這個 用那個 又有風險又沒有風險 我們說回香港 假設這一個 所謂網上流傳的消息 是真的話 假設是真的話 你覺得香港的公務員團隊 需不需要跟進呢 即是我們香港的公務員 你都不要用iPhone 不要用蘋果機 全部都應該用國產機 你覺得我們需不需要這樣跟進呢 我想將事情分開 第一就是公務上的 應該有公務上專用的設備 手機也好電腦也好 你私人就私人 你就不能夠用私人的設備 去做公務的東西 這個必須分開 然後你如果要做公務 到底用哪幾款機呢 這個真的值得留意的 為什麼呢? 因為香港政府曾經要求 Google提供一些資料 但是拒絕的 OK 即是說 如果我們做一些 會牽涉到個人私人 或者一些資料性的東西的話 它是可以不配合你的 所以政府應該第一 在軟件上 你一定有另一套的後備方案 另外就是設備上 如果設備 你作為僱主或者老闆 不能夠去做一些微調 或者做一些監控的話 因為它是做公務的 你沒有監察是不可能的 這個不存在員工的私隱問題 你是防止公眾的個人私隱洩漏 是可以進行一些監控的 所以相關的設備公司 如果可以提供到這方面的支援 我覺得是其中 應該是在招標的文件裡面 要再在裡面的 好了 那到底美國公司會不會做到這方面 還是華為會做到這方面呢 我個人覺得 這個微調或者客製化 我叫做customization 應該華為會更加輕易地幫到手 還有 也要提到一點 香港政府在推動工作設備的升級 是非常緩慢的 我記得我在2013年 我之前做警察 2013年我離開的時候 警方每一個巡邏警員 是配備一部電話的 但那部電話不是智能電話來的 是Nokia 到後期近幾年才開始 陸續續看到警方採用智能電話 你想想 一個工作公務需要拍照 要有一些抄牌這些 都已經需要高科技幫忙 都落後了這麼多年才開始採用 那你更加旺論其他的政府部門 所以我覺得 香港政府也可以藉著這個機會 研究一下如何去升級 他們公務上的設備 如果香港也跟著內地 按全民所說 不准用這個蘋果手機 我擔心美國會很慘 因為很多懂得聽廣東話的移民 去到那邊來說可能會失業 因為不能竊聽 就等於沒有工作做 因為竊聽都要幾多人 如果沒有這麼多客戶的時候 竊聽員工就很慘了 懂得聽廣東話的不知去做什麼 Wilson 大宇 你如果說回香港這個問題 我覺得我們不需要刻意去跟 但剛才你說 招標的過程要有 而且我覺得反而是重點 其實應該給我們的公務員培養出一種保密的意識 我覺得我們以前可能是相對弱的 現在這個意識要告訴他們 中美的鬥爭也不是跟香港公務員無關的 我們其實作為國家的一部分 我們有這樣的責任 是跟國家在一起去捍衛我們的國家利益 有些東西是牽涉了保密的東西 我們應該有意識自己要防範 不需要每次都用文件去限制你的 在一些叫做官方的文書往來 尤其是一些很敏感的東西 你真的不應該用 給人家機會在裡面 是洩取到我們的資料 那你用回國產機 當然那個保密性是相對高一點 那你說你自己私人的東西 你私人的照片 你私人的銀行往來 你喜歡給CIA的 那你就給CIA 這是你的決定 但是對公絕對不可以有半點陷糊 這一點我想我們要由公務員的 叫做保密意識開始慢慢要培養 只要看他們宣誓的誓詞 那就知道怎麼做了 不過說回來 無論你喜歡用7000元買一個華為也好 15000元買一個蘋果機也好 最近在網上一句說話 我覺得可以作為今天的一個收尾和大家分享 當你用15000元買蘋果機的時候 其實你是資助著美國 對我們國家作進一步的制裁 但如果你用7000元買一部華為手機的話 你是幫助我們國家技術的創新 和科技近上一層樓 我們下星期繼續世界試 別說與香港無關 最後最後 記得訂閱我們屈基TV的頻道 留言讚好和分享給身邊的朋友 我們下集再見